另外在秘鲁发动多次袭击 造成3万人遇难的反政府游击队 光辉道路创始人古斯曼 坐牢30年后 最近在狱中去世 大批民众星期六聚集在警察反恐大厦外 除了痛批古斯曼是连环杀手 也希望当地不会再发生 类似大屠杀悲剧 古斯曼死讯传出后 毕鲁总统佩德罗发推文 表明政府谴责恐怖主义的立场坚定不移 认为古斯曼应该对死伤负责 86岁的古斯曼在1970年创办的光辉道路 是反政府游击队 曾经策划多起恐怖袭击 包括汽车炸弹和暗杀行动 平民死伤惨重 这名前哲学教授1992年被判终身监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